港府政界不斷發聲呼籲止亂制暴 但抗爭活動依然未平息 對於參與示威的都以年輕人為主 被問到政府是否已經掌握核心矛盾 陳茂波就這樣說 我們在過去這兩個月 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裡面有提到年輕人對於上流的困難 有提到置業上的困難 有提到找工作 追尋自己的理想 找一份合適自己的好工的困難 有提到貧富懸殊方面的問題 其實提出來的問題有不少 去處理這些問題也不是三竊兩刻 很快一定有一個方案 但怎樣可以疏離這些問題 認識問題的本質 然後去按部就班 有一個比較整傳的計劃和回應 這是我們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就是在大陸裡的想法 有法律師的主要